大家好,這段影片就是會分享一下這次的星期日沙田日賽的其中一場深水 就是第五場賽事的4,400米 這次又不出過一個絕地反擊,因為上一次又差一點,就中腳 但這次的尾場只有一個體字 那你說是不是很有投注價值? 即是值得買又不是,因為你有一隻中華城景洪旺 又湯湯漢敏近歷十足 好像在雷台等了,那葉滿就多些 出到來未必太好分,這些場合 所以我自己就不買第十場了 反而在第五場賽事4,400米出馬不算太多 就只有那12隻馬,再加上有一點感覺 所以就選了這一場來出 最重要是中島,哪一場都無所謂 我想這件事大家都明白 那這次為什麼會選這場呢? 我覺得有兩隻馬大家可以留意一下作為參考 那我相信這兩隻馬不會大熱門 也會偏熱,但會有一點點的分頭,不會太熱 就讓大家去試一試 好,那也是那一句 希望大家在看這條影片之前 給我一個Like,讚好這條影片 還有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首先就是選了這場4,400米 看看這個補足形勢 因為這一場你會發覺是沒有馬走 昇夢帝國 論速勢圖他會走 但你不要忘記他有個萬閘忍 一萬閘就完蛋了 另外就是 肯定飛飛會會放前一點 其他我覺得博愛有威也會放前一點 因為他是重口馬 他1400樓不住 他可能要被迫走 皇帝金也會守一些二三位 也是因為這一匹馬是增情跑 而且他是重口馬 所以應該會守前一點 那這一場總之就是那一句 好的就是叫做一隻昇夢帝國 不好的話是直接沒有馬走 那就是今場比較特別的地方 那我自己在這場賽事選兩隻馬作為參考 那首先我喜歡這隻4號的香音 我覺得這一匹馬的能力 在這場賽事下班來說 他會告D 下到4班他會有所作為 另外一匹馬我就要了5號的變數 這隻馬呢 我也覺得他來到這個分 還有在4班1400米 他應該會有點渣男 所以就選了這兩隻馬 首先就是講了那一隻4號的香音 這隻馬就是下班跑那麼前 其實他在三班 很早已經在這個路程跑得好 是講的是前季的事 就是大前季 是落地第一季 已經是跑得好 那時候就跑了第三名 輸給聰明導彈 還有其他的千四米好手 超新星那些自作四方 那隻馬不可以這樣算 因為隔了很久 這一匹馬又有個傷患 所以其實不可以這樣算 只不過是證明了那一場賽事 他這一匹馬是可以揹重磅跑得好 就是證明這個 因為你落班有時候 三班揹輕磅和四班揹重磅 其實就要好視乎一件事 雖然對手弱了 好視乎就是你究竟這隻馬 揹不揹得起重磅 如果揹不起的話 有時候落班可能會比較壞 因為他揹不起重磅 這隻馬其實揹過133磅跑得好 所以我覺得他這次用來四班 已經是釋除了我第一個儀類先 究竟這些馬 小粒仔揹不揹得到重磅 原來他是OK的 那我也會放心一點 那好吧 證明了那一場 他是OK的 重磅OK的 所以四班他會有好處 再加上對手今場是大幅減弱的 而這些馬剛才說過的傷患問題 那有傷患問題的馬 就看看他究竟最近的近況是怎樣 我覺得憑出賽的頻率 他是正常的 上季開始已經是出賽正常 沒有以前出得那麼疏 還有是跑得回的 可以跑的 可以操耗的 那這些馬我覺得 傷患應該是會好一點 還有健康是回穩 穩定了 那再加上這次賽前 其實都比較少有些 就是雙重化 都肯做回責 再加上最後拍貨 草地 其實在有大責 有拍跳的情況下 反映到這些馬 健康應該會回穩了 因為他其實比較少做拍跳 這些馬 如果你說這次下班 他肯做一些功夫 而這隻馬的身體是頂得順 健康沒有問題的話 我覺得他的能力在四班 應該會交出他以前在三班上名的表現 其實他在上季那一場的5月23號三班千四 他揹著輕綁路 終於上來跑第三 反映了這些馬 其實他近況都不錯 還有就不要拿大前季那一場賽職 以上季尾近近地拿一場的三班千四 而言 他的爆發力 都在千四是可以表現出來的 所以這次下到四班 健康沒穩了 操得翻 有拍有大殺 那個榜跌了一點 跌了十九磅 不過跟他上季上名差不多 我也放心 再配合一下 一下班馬上找田太安 曾經上過名的配搭 那麼四班都超 這一組更加是四班的弱組組別 變相這隻的香陰 我也相信他在這場賽事 他是會輸部速的馬 只不過能力踏夠 還有就排了九檔 那有什麼事呢 外面追好 那裡邊找他 所以就 香陰我會拖著他 我覺得他位置的機會會大一點 我能否贏到 看看到時候的部速 我能否再拉快一點 那麼三甲 我會先預算他 還有這些馬 他不是重口馬 對比起皇帝金 他算是在拍跳裡面 你表現出來 他也是OK的 反而你說這隻皇帝金 為什麼我沒有選擇他 做頭二選的選擇 就是這些馬 只能夠做配腳 我不會用來做重心 是因為他神操依然 都是情緒不穩定 還有那個僵口還是麻煩的 即是那些工具都是拿不到的 你可以看看他 那些神操片 我可以播給大家看 即是那些什麼馬定基 sorry 馬定基 drawing 一定要有 然後就是你看到他需要 漂亮的騎士士才行 如果不是的話 你看看下一貨就知道了 他有一條 drawing 他實在搶口 你看看這一貨 那隻馬就很癢 那這些馬不是不好的 即是他四班都是超 能力我不質疑 只不過一樣東西就是 因為他以往建立得好的戰績 即是他以往跑得好的 是在上季的1200米 跑得好 在外地他人1200和1300米 後上追得好 喂 那1200追得好 1400不是更加好嗎 這些跟上季的節報一樣 節報的時候 我不是說 步速快 那些馬跑短途 他跟得順 追得好 你試一下去上中距 或者再增成跑 他一步速慢了 他難流 好 留得辛苦一點 再加上步速慢了一點 他沒有追得那麼厲害 他的形勢沒有那麼好的時候 喂 那就出事了 所以其實後上馬不是增成一定好的 即是這隻黃帝金 他還要加上僵口難流的話 我怕他第一 1400很難流 人馬會角力 第二 1400未必爆得那麼厲害 是因為那個步速會慢了 即是我是擔心這件事 所以不是說他不行 只不過我不會拿來做中心 好吧 那這一隻只能夠做配角 熱門 我希望他不在 那究竟選了另外一隻是什麼馬 就是剛才所說的5號變數 那這一隻5號的變數呢 我自己就會覺得他 他在上季 其實你剛剛一出菊草贏得的馬 贏進了的事其實都不是差 那我覺得其實是值得寄存 因為丁冠號 搭陽明龍初出已經是追得好 還要在菊草摘位穿上來 證明這些馬很有鬥心 還有其實質素是有的 上季都是脫皮脫骨 拿出來跑第一次贏得的 不會是炸馬 那只不過是這些馬 跟著再跑兩場千二米 他一來他雙跪 二來根本千二開始不短了 跟不住了 所以上次他跑千四 一增程馬上到名 即是轉圍沙田一增程馬上到名 其實真的都厲害的 雖然你說那一場的對手 我們都可以看回 就不厲害的 那些什麼全勝神驅 然後極速奔馳 厲害就不厲害了 只不過你見到他 沙田真的很適合他的 因為他在初頭打了很久都不想來 但最後這隻馬越打越厲害 他需要時間趴著 所以他跑長直路和他增程 真的會適合很多 那這些馬又是神速較為乖巧 有一點點不是很暖龍的馬 所以晚步速我不擔心 他跑千四 那排完個漂亮檔有遮檔的話 楊明倫重榜 我也是要選的 那希望因為楊明倫更加好分一點 不要那麼熱 如果你說這些馬 是整個莫尼拉 或者潘頓所去實現的 那既然他的能力是有的時候 我都認為這些馬是可以 要回他的 這一隻的變數 那試閘都可以的 我覺得大致上問題 都不大 是跌了一點點 覺得到是怕了一點 那不過你說 跌了一點點 那一來這些後三馬 那其實那些馬 其實那些馬有些不斷 那沒有所謂 你看到他不是瘦的 在神糟片上 那就可以了 那所以今次呢 就是選了這兩隻馬 4號香音 5號的變數 那剛才你說黃帝金的熱門 你就拿來做保險腳 就是駁他3344進來 那他有他的問題 剛才也說了 那再選下去 就是重心肯定是4-5 這一段片 我都是推介4-5 另外 有些人可能會喜歡士必飛飛 但是士必飛飛有他的問題 本身就是 他是一隻大舊 而且慢熱的馬 你看到他上季初 他都要踏一場才跑得好 然後你看到他在上季中 他贏完那一場之後 他健康就有點失敗 他季尾才跑得好 他都要踏兩三場 才可以 pick up 回那個狀態 所以這些馬呢 就 隔了一個暑假 我也有點怕 就是第一次 這些大馬呢 我會先觀望一下 那其他馬 你說這一場就 蓮花乾肉 我會秤低一點 這些馬我覺得還沒得住 聖蒙帝國 又怕他慢摘 三三勝勝 四班又不夠跑 還要頒得禮十二當 那好友你又不夠fit 扎聲之光又是僵口問題很難扭 這些都是的 其實他的個案跟哲報一樣 12米上季 我這一隻扎聲之光 有列作四選 但是他一增情 我是不會要 因為步速不同了 和對手又不同了的時候 變相是兩件事 那他都是沒有什麼改善 那僵口 又是噹著噹著 沒有什麼進步 所以這一隻我都不要 那這一場呢 還要除了 那個 那個耳塞 都不知道臨場的情緒是怎樣的 所以這一場我覺得 選擇得上手的馬不多 那重心推介就是 4號香音 5號變數 對碰WING 加這個QQP 即連人位置Q 我也覺得可以薄一薄的 那所以呢 就是 highlight著 4和5 就是今次的心水 那這次的影片呢 就說到這裡 那我祝大家 禮拜日 好運的 那至於你說 長馬打猫 和直播的本欄呢 就會在明天的 出我票之後 那兩個小時之內 我也會出賣的 那就 多謝大家收看 希望大家臨手前 給我一個like 和訂閱我的頻道 好 以上 還是 有 oral 數… 處理 數不困難 點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